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今天正式在广东珠海拉开视幕 各类型的先行武器装备 将在一年六天的展览上公开亮相 其中中国歼35A 歼20以及俄罗斯苏57 三款隐形战斗机第一次同台展出 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这三款战斗机今天早上在珠海金湾机场上空 进行飞行展示 同时翼龙X环件型无人机也是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根据资料介绍 这款无人机是远程 正在独立进行多任务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系统 基于实战场景以及客户需求所打造 另外由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研发的 机器狼群无人作战系统 也将在航展上公开亮相 这款ール发展到九比较快乐的中央 即是实战室的 这是非许战室的 非许战室的